然番剧场!然番啦! 听到这番话,在场一众士兵表情如常,显然是在接受训练任务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,甚至有部分的士兵都已经提前写好了遗书了。 看到这一幕,风希在内心点头。 作为被精挑细选出来的军部精锐,他们在心态与意志力上无疑是合格了。 最后能通过测试的1800人,除了将在民用之主的训练下担任操控血炼大阵1800个节点中的一员,也将是第一批修炼血炼功法的首批测试员。 往后,血炼功法也将从他们1800人开始,逐步的推广至整个星城。 除此之外,虚拟游戏、活体战甲等技术也将率先用在他们的身上。 他们将是形成第一批人类崛起计划战士。 这一切的前提是通过严格的测试。 迷雾之主的第二轮测试很快展开了。 这次他进行的是身体素质的测试。 接下来跟上我的动作。 每一个动作保持十分钟。 期间配合我说的呼吸节奏吐纳灵气。 数小时之后,望着已经累得身体颤抖,却还在坚持的三千人。 迷雾之主满意地点头。 恭喜你们,都挺过了初步的测试。 接下来开始正式测试。 祝你们好运。 望着迷雾之主,汗流满面的士兵们已经累到说不出话来了。 内心对迷雾之主的轻视更是荡然无存。 同样的动作,迷雾之主的状态与他们天差地别, 可见迷雾之主的身体强度要远超越他们。 风气在一旁观看了数个小时,随后告别迷雾之主离开了。 这里交给老迷啊,他放心。 接下来,他决定回到琥珀研究院。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,需要他去安排。 也只有搞定这件事儿,坑杀银月族的计划才能更好地进行。 这件事儿就是搞定现在潜伏于星城的银月族成员。 银月族在星城的分布名单,上一条时间线的凌然已经探明了, 并将这份情报交到了他的手里。 坑杀计划展开之前,显然需要将这部分的银月族成员给清理了。 否则呀,计划展开就可能存在变数。 始终没有动这部分的银月族人,并非是丰奇的心思手软, 而是他们现在还有利用的价值。 这时候的银月族,非但不会对星城的发展有害,反而有利。 尤其是银铃在仅期提出了星城能源架构新的设计方案。 这个新的设计方案,能够减少能源输送时产生的浪费, 能将星城的能源利用效率提升7%左右。 7%看似很少,但是如果将时间拉长之后, 同样是一笔庞大的支出的。 这也是他不愿意现在下手的原因。 割韭菜是一门艺术,将敌人的付出转化为己方的利益。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爽快呀? 等银铃搞定了这个设计方案,就到了他割韭菜的时候了。 接下来的日子里, 封其以琥珀研究院、星红研究院、星城军部的名义, 向银铃不断提出加快新架构设计方案的要求。 能够在如此年轻的年纪,成为能源机构的院长, 银铃的能力毋庸置疑。 银月族不同于夜影族,需要依靠特殊能力掌控琥珀研究院。 他们没有精神蛊惑能力, 掌控西区各能源机构完全评购先锋成员通过努力一步步的达成, 更是为此布局了数十年。 如果不是牺牲现实抓住了破绽, 银月族的计划根本就不可能暴露在他的面前。 所以银铃与其他银月族人的能力都是真财实学。 这些年,他们对星城的能源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, 对星城的能源发展起到了不小的贡献。 但是这条牺牲线, 银铃并不打算让他们救活。 相比较能源建设, 显然坑杀整个银月族能够给星城的发展带来助力。 但是在这之前, 他必须要做好准备。 银铃等能源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死后, 必须要有一批人接替他们的位置, 维持星城的能源正常运转。 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? 风气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了打算。 他打算安排一批琥珀工作人员提前去接触这方面的知识, 做好接替准备。 不求他们在此行业有所建树, 只要求能够保证体系的正常运转。 八个月后, 星城最高议会召开期间, 会议期间, 银铃提交了星城能源架构改进的新设计方案。 看到图纸的那一刻, 风气明白, 计划可以展开了。 他等这份图纸已久, 至于这份图纸是否可行, 他并不担心。 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。 会议结束的那一刻, 风气在琥珀研究院召开了会议。 这次会议邀请了星红高层, 军部高层, 以及一众琥珀高层。 会议的主题与如何解决银乐族有关。 直接攻打能源机构显然不是最佳的选择。 这么做动静太大了, 还容易打草惊蛇, 还必须要在短时间之内在多个能源机构同时展开清除活动, 更有被提前发现之后逃离的可能。 当初他追杀银乐族, 主要是依靠灵染的身上安装了定位芯片。 一旦有银乐族成员逃离, 接下来的坑杀计划就算失败了。 所以直接使用暴力不可取。 会议上, 三大机构的代表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, 计划的雏形在讨论中逐渐的成型。 这个计划有一个参考模板, 之前的牺牲县后续历史之中, 星红研究院曾经与木芯合作, 邀请被筛选出来的领域势力来到星红研究院, 然后让木芯将会议上的所有领域潜伏生物杀死。 这个模板是可以参考的方案。 会议结束之后, 星城三大机构开始铺垫, 他们给星城西区的各大能源机构负责人致电, 讨论关于星城未来的能源架构设计方案。 具体会议决定在三个月之后召开, 要求各能源机构的管理层务必全部到场。 在此期间, 三大机构还提出了许多要求, 务必要求各能源机构在会议期间提前准备好方案计划。 相比较直接邀请, 提出要求的邀请显然更加合理。 三个月后, 星红研究院。 来自西区能源机构的车队, 通过星红基地门口的验证之后, 鱼冠驶入星红基地。 一小时之后, 星红会堂。 星红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开始清点人员名单。 如果人员上的名单没有来齐, 显然是无法动手的。 所以, 清点道场人员非常的有必要。 在此期间, 坐在角落处的风旗, 目光扫视着在场的人员。 最后视线举交在了银铃的身上。 此刻的银铃正穿着能源研究院的制服, 正在低头翻看提前准备好的初步设计方案。 似乎是发现了她的注视, 银铃在这时疑惑地转头望来。 绝美的脸上浮现了一丝疑惑。 风旗见状并未转移视线, 而是笑着挥手打招呼。 银铃见状当即面露微笑点头, 最后继续低头翻看设计方案。 风旗也在这时转移视线, 将目光投向了其他人。 这时手机颤抖, 她拿起一看, 上面是一条信息。 人员清点完毕, 邀请名单上的音乐族成员全部到齐。 看到短信, 风旗的脸上浮现一抹笑意, 但是她并不着急现在就进行清理计划。 她打算在执行清理计划之前, 最后榨干音乐族成员的利用价值。 他们手里的初步未来能源架构设计方案, 或许能对星成的未来发展起到助力。